中環有客貨車失事 兩人受傷 客貨車在路中翻側 車頭毀爛 雜物散落在地上 現場消息說客貨車在清晨五點多 如駐江六道中向西環行駛 自江六道中近遮第一道時遺疑失控 撞向石膊的交通標誌 隨即翻側 車上司機和乘客受傷 又救護車送遠